广志要和小星在家里打高尔夫球 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国里 那么两人是否能把球打进洞中呢 这天 广志正在院子里练习高尔夫 随后小星过来也想挥杆 不过大人的球杆重量较大 广志便拿了父儿童球杆过来 至于挥杆步骤则是先要决定站立的位置 然后像画源一样高举球杆 将重心从右脚转移到左脚凝聚力量 这样将球杆挥舞出去 专注的姿势就会十分帅气 然而小星根本没看广志打球 他居然钻过草丛在用球杆撩妹 等到广志将小星拖回来让他看自己 小星也是一副阵阵有词的样子 这可真是官方吐槽啊 同时小星也想去高尔夫球场看看 那里才更有氛围 既然如此 广志便用土堆 竹子和一个球洞 模拟了高尔夫球场的果理 看到这里 小星开心的手舞足蹈起来 不过在他开球的时候 小星扬起球杆 居然先打到了广志的蛋 这就让人很无奈 广志都疼死了 第二次击球的时候 小星猛然发现 自己和果领之间的结构图 竟然是拐弯的 广志告诉他这叫做狗腿动 因为长得很像狗腿 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 对初学者的小星来说 打这种球很难啊 看见爸爸嘲讽自己 小星立即反向嘲讽广志 这明明是家里小的原因 这下广志也不得不承认 家里就是小没办法呀 很快 小星要进攻第一洞了 当他喊着叉烧面击球的时候 球并没有进到果领 而是打在了沙坑里面 虽然说小星并没能让球进洞 但是他的击球很有力道 沙坑都出现了许多的轨迹 下一刻 小星打算将沙坑里的球打出去 结果他这一挥杆 真没想到 小星居然把球打到屋顶上去了 随后小星用力拍墙壁 居然让屋顶上的球开始滚动 最后球便顺着排水管道滚到了地上 此时的球距离洞口只有1.5公尺 小星这操作可真是幸运 这一次挥球 广志相信小星随便打打都能进洞 然而在小星喊了一声经济独立之后 他居然让球再次乱弹着飞了出去 这下球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 广志教导小星打球要轻一点 结果小星我行我素 一杆子挥舞出去 不仅打到了广志的鼻子 更还把球弹到了绿花带的高处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挥球了 可是小星居然原地起跳 难道说他要像路飞一样 启动橡胶人模式吗 不过结果是确定的 那就是小星并不能真的跳起来 既然如此 广志便把小星拖在了脖子上 有爸爸的身高 小星就可以挥球了 结果这一击出去 小星直接连球带杆都打在了广志的车玻璃上 看到挨车受损 广志哭得那叫一个惨啊 后来两人前去找球 却发现球落在了大转弯的地方 小星提出让球飞越屋顶的技法 他还激励广志亲自上阵 处于激动状态的广志立即拿起球杆挥舞了起来 他使出一招薄老鸟落 将球重重地打了出去 虽然说广志的脑袋挨了一击 但是球确确实实像鸟一样飞出去了 后来球成功落地 竟然真的进到了洞中 广志果然强啊 孟户被家里人催婚 高户还拿了一堆相亲资料 可是孟户是否真的能找到如意郎君呢 这天 小星一家与孟户 正乘车准备回熊本老家看看 真户知道大家要来 就戴上面具躲在家门后准备吓唬人 结果打开门一看 小星一家提前做出了鬼脸 反而是真户被吓到了 你们看 被我猜中了吧 打过招呼后 小星立即进房间见外公易志 他还不忘调侃外公越来越老 随后广志与小葵都得到了易志的夸奖 结果当孟户进房间的时候 易志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质问孟户是否有好好工作 虽然孟户说自己有认真工作 可易志还是不喜欢他 老爷子又质问美户 为什么不教孟户好好说话 结果美户直接就把责任 推到了易志身上 毕竟子不教父之过呀 老爷子越想越生气 立即喊美户去倒水 在这空闲时间 易志和广志的两个孩子进行了亲密的互动 看得出易志很喜欢小孩 而孟户他们则是疯狂吐槽 父亲易志总是谩骂女儿 却意外地宠外孙孙女 听到这里 高户便喊孟户谈论一些正事 是的没错 就是相亲 既然易志喜欢小孩 那孟户也生几个不就舍了 不过亲戚防护的多管闲事 让孟户很不开心 他根本就不急啊 再说了要结婚 也是真户姐姐在前面 不过真户认为自己已经被家人放弃了 孟户这边是越想越气 他是不想结婚的 可是在美户看来 找男人也没关系 听到这儿 真户说美户就是随便找了个男人 这话就很侮辱人 美户立即就气红了脸 很快 小葵在旁边挽起了相册 众人立即上前观看 却发现了三姐妹以前的照片 二十年前的三姐妹意外好看 结果小新却说时间很残酷 这就让人很尴尬 随后孟户又看到了自己以前男同学的相片 大伙还打去孟户 这个男孩子喜欢他 不过孟户却说不可能 而且孟户也没有青梅竹马之类的备胎 这样看来孟户只能去相亲了 可是孟户根本不想嫁人 他只想成为国际文明的摄影师 就在众人争执要不要嫁人的时候 真户突然拿着相亲册过来了 他让孟户随机挑选相亲男的资料看 小新见孟户不想选 他就代替选择了第三章 结果相亲册打开一看 这个西装小伙长得还挺帅的 而且他的身份还是一致学生的弟弟 接着美户与真户也一人帮孟户 选择了一个相亲对象 可是孟户根本不想见人 他直接就和姐姐吵了起来 四个女人无比吵了 广直看了心都发慌 这时一致过来让众人不要吵 他甚至接受孟户不愿相亲的事情 然而母亲高户与姐姐还是要劝说孟户 这让孟户气得直接就跑出了门外 随后一致更是与老婆吵了起来 表示孟户遗传了对方不好的基因 小欣居然失踪了 可是她却到处聊妹吃拉面 她的小日子为什么这么舒服 孟户因为催婚的事情感到很烦躁 她离开家打算去散散心 她带着小欣去逛熊本有名的地方 随后两人来到公园 孟户指着跟前的树表示 自己小时候会坐在树上 眺望远处的熊本城 这可以让自己忘记烦心的事情 可这根本不是有名的地方啊 孟户表示没关系 以后这里就会出名的 这让小欣非常尴尬 孟户又带小欣来自己以前的小学 当初的美丽三姐妹都在这里读书 然而小欣把美丽三姐妹幻想成猴子三姐妹 想起这样的滑稽画面 孟户那叫一个生气 下一刻 孟户突然发现 体育馆旁边盖了一座小屋 要知道孟户读书班级的时空胶囊 就放在小屋的地下 这样看来那些东西是找不回了 这时孟户的小学同学星星面包突然开车路过 他正是之前出现在孟户照片中的男人 两人打了打招呼后 小欣又开始搞事 他居然说自己是孟户的私生子 这让人孟户都差点不会了 在明确小欣是外甥后 小欣又嘲讽孟户没有男朋友 而星星面包不仅结婚了 就连小孩也生了三个 他二十岁就结了婚 还说同班同学也有很多生小孩的 这让孟户的压力顿时非常大 而且 星星面包的事业也风生水起 他家从蔬菜店升级成超市 他是副社长还兼任店长 随后星星面包想带孟户去看看自己老婆邮箱里 也就是照片中的一名转学生 而小欣这边则是跟着一名路人美女各种搭讪 直接就离开了孟户的身边 他和美女一起坐车 来到了熊本的城堡 可是一眨眼的功夫 美女就不见了 小欣这下迷路了呀 一阵游走后 小欣来到了一家拉面店 随后他吃上了美味的拉面 店老板看小欣是迷路的外地人 还主动给小欣免单 这也太爽了 为了帮小欣回家 店老板又问小欣跟谁一起出的门 小欣表示是小山梦户 这个名字就让店老板记忆颇为深刻 好在店老板认识房户那边的人 于是他打电话给对方 进行了小欣的交接 晚上的时候 小欣成功回家 不过梦户还是少不了挨一顿骂 随后房户拿出相亲册 他表示明天的正事 就是见一见这两个相亲对象 这件事让梦户十分抗拒 不过在父亲意志的施压下 梦户是不得不去了 只是梦户对相亲仍旧十分厌恶 梦户终于遇到了如意郎君 可是他却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相亲的日子终于来临 梦户正在家里换和服 今天的他看起来很漂亮 不过梦户还是不想去相亲 因此他希望小欣能够帮助自己 破坏今天的流程 一看到阿姨拿出了动胆超人的卡片 刚刚还表示困难的小欣立即答应了下来 很快 小欣一家三口都出发了 他们要为梦户的相亲压阵 在一家料理店中 房户阿姨向梦户介绍了今天的相亲对象 菊帝先生 随后双方打过招呼后 菊帝立即热情地询问梦户想喝什么 结果梦户张口就说喝啤酒 这下氛围顿时尴尬了起来 好在菊帝也不介意 大伙都笑得很开心 吃过饭后 梦户与菊帝在外面散起了步 小欣一家则是在后面查看情况 这时菊帝夸奖起了梦户的摄影事业 还说照片卖不出去也没关系 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很值得开心 这话说得梦户一阵心花怒放 她都在幻想与菊帝结婚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结果就在这时 梦户踩中石头即将摔倒 虽然她在关键时刻站稳了脚步 可是梦户却也做出了动感超人的标志动作 一旦出现这种动作 后方的小欣就会过来破坏这段约会 这下情况糟糕了呀 果不其然 小欣直接扑过来喊梦户妈妈 弄得梦户好一阵尴尬 好在妈妈每呼冲过来扛走了小欣 但是菊帝并没有解除怀疑 因为她之前就已经见过小欣了 通知房户阿姨在拉面店带走小欣的人 其实也是菊帝先生 至于房户为什么没说菊帝帮忙一事 那是因为菊帝不希望梦户有欠人人情的感觉 可即便如此 菊帝也没有嫌弃梦户 她反而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话语 那就是她并不嫌弃梦户生了小欣 真没想到 菊帝居然善良到了这个程度 她是真的喜欢梦户啊 结果梦户扭头就跑了 她还希望房户代表自己说声抱歉 一段时间后 大伙都在到处寻找梦户 这时美户想到了一个地方 梦户很可能在雄本城那里 随后众人在一棵干枯的树上发现了梦户 至于她为什么要躲避乡亲 其实就是因为梦户也动情了 她有些讨厌如此轻易动摇的自己 而且自己让小欣破坏乡亲 也是对局地的不尊重 梦户一边哭泣一边觉得自己不行 可是大伙却认为她能够爬树就很厉害啊 就是尚能上来 下却下不去有些尴尬 后来真户代替梦户去见了另一位相亲对象冰川先生 由于她带着恐龙头套 立即遭遇了冰川的奥特曼光线 这样看来 两人都很幽默 至于梦户 她还是打算放弃这次的相亲 希望等到自己成为成熟的摄影师再说 下一刻 这位成熟的摄影师要给父亲拍照了 等到一只帅气的照片拍摄出来后 一家人就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升华了这段亲情 这位成熟的摄影师要给父亲的摄影师再说